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這幾天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又公布出了一批潘朵拉文件 披露了全球政要富豪的秘密財富交易 這是最近七年來 陸續揭露的秘密檔案中最新一批 之前還有巴拿馬文件 天堂文件等等 記得2016年的巴拿馬文件 揭露了至少8名在職和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人 甚至包括習近平的姐夫 和前總理李鵬的女兒 引起不少波蘭 不過在潘朵拉文件目前公布出的 59名全球政客資料中 只有3位中共官員 似乎衝擊力大減 這次潘朵拉文件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 洩露規模最大的離岸金融文件 涉及14家離岸服務公司的 近1200萬份文件 這樣為什麼幾乎沒有中共官員上榜? 就好像傳聞說是修煉了還是更狡猾? 這次的潘朵拉文件 揭露中共如何通過離岸公司VIE 來掩飾投資身份 要過監管 在海外大量投資 更驚人的是 文件還揭秘了 中共政府如何借助離岸公司秘密收購 海外的軍事技術企業等 這樣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我們先來講講 這次在潘朵拉文件上榜的3位中共官員 大陸內地官員當中唯一一個上榜的 是上海其心投資公司的董事長馮奇雅 1974年出生的馮奇雅 2013年至2017年在河南省人大代表 2018年成為第13屆全國人大的河南省代表 據大陸傳媒報導 馮奇雅在2020年的中國全國兩會上曾提出議案 建議加大民營經濟違法行為的立案 和偵查力度 押止民營企業貪腐 潘朵拉文件顯示 2016年 馮奇雅在英屬維京群島 成立了一家公司 公司資產價值大約200萬美元 目的是投資美股 不過美國證交會的記錄顯示 公司並沒有運作 在潘朵拉文件另外兩位中共官員 一位是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文件披露 梁振英在擔任特首期間 通過兩家零案公司 於回持有一家 大德良行日本業務公司的三成股權 2015年12月 梁振英以20萬英鎊出售股權 但當時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的梁振英 並沒有申報這些資料 另一位想綁潘朵拉文件的中共官員 就是香港的前特首 中共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文件披露 董建華和家族成員 涉及至少72間離岸公司 其中董建華本人 擁有2005年卸任特首後 設立的7間公司 雖然這些潘朵拉文件 有關中共官員的資料披露有限 但就揭露了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 英國前首相貝里亞等 35位國際領導人的離岸財富 以及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330多名公職人員的隱藏資產 不過相信很多人會有點意外 畢竟中共官員只要一落馬 就會爆出巨額的貪腐資金 這些人也不會個個把財富全部放在中國 而這次的潘朵拉文件 竟然只是爆出3位中共官員 難道在習近平打虎之後 貪官也收斂了 還是說一些人更懂得隱藏財富呢 美國執業律師認為 潘朵拉文件沒有揭露 並不代表中共官員就是清白的 而是他們的運作變得更難被發現 這些人可能是轉了很多彎 就是離岸了很多次 公司變了很多次 令一般的偵測很難發現 一些是哪個官員的 事實上中共權貴洗黑錢的方法多眾多樣 美國國務院在2020全球毒品管制年度報告中 將中國列為主要的洗黑錢國家 報告提到 中共慣用的洗黑錢方法 包括大額延鈔走私 貿易洗黑錢 使用影子公司 修改發票 購買地產 博彩 以及通過非法的地下錢莊洗黑錢等等 而這次的潘朵拉文件 特別提到中共慣用使用的VIE結構 通過VIE 中共權貴 可以繞過政府監管 在海外投資避險 轉移資產 甚至實現更大的野心 而潘朵拉文件 在提到VIE架構時 用阿里巴巴作為舉例 官達拉文件揭露了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 執行副主席蔡崇遜 提到蔡崇遜 在英屬維京島 開曼群島和巴哈馬等地 註冊了十幾家公司 然後利用這些離岸公司 協助阿里巴巴建立複雜的業務結構 並且成功在美國上市 蔡崇遜被福布施列為加拿大第二富豪 是阿里巴巴集團的第二股東 增價大約145億美元 蔡崇遜是台裔加拿大人 不能直接投資中國科技、媒體等行業 於是她通過在避稅天堂註冊公司 來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權 2003年12月 蔡崇遜將MFG Limited所持有的 超過300萬股的阿里股份 以禮物形式 轉讓給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公司 PMH Holding 兩年後 蔡崇遜成為PMH Holding的唯一董事 到了2010年MFG 又由PMH回購回幾乎同等數量的股權 1999年MFG Limited公司 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 和阿里集團同年成立 阿里在美國紐交所掛牌 上市主體阿里巴巴集團控股 就是在開曼群島註冊的離岸公司 參與潘德拉文件合作調查的美國傳媒 《連線中國》 在相關的調查報告中說 潘德拉文件揭露了中國企業 如何通過設立可變利益實體 也就是VIE的離岸公司架構 在海外進行融資 收購合併 以及轉讓技術等活動 VIE也稱為協議控制 這種模式我們曾經在以前的節目中介紹過 今天我們再簡單說一下 就是一間中資企業A想要去美國上市 於是A公司 先在境外註冊上市實體 離岸公司B 然後B在中國境內開設子公司 外企C C再和A簽署各種控制協議 A將自己的收入和利潤轉移給C 最後境外上市公司B的外國股東 就可以享有A的利益 營運實體A成為上市實體B的 VIE 而阿里巴巴 就是通過VIE成功在美國上市的 而中國的新郎 騰訊 京東 小米 百度 360 網易 滴滴等互聯網科技公司 都運用了這種模式在海外上市 這些企業也通過VIE 繞過政府監管 為什麼中共准許呢? 連線中國認為 中共容許VIE 可能是因為不僅是私人企業獲利 國企也通過這樣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投資 要獲得高科技和天然資源 潘德拉文件顯示 曾經轟動一時的烏克蘭國防收購案的背後 就有中共國企的影子 2019年 烏克蘭航空發動機生產商 馬達西奇公司的控股股東 郭古斯拉耶夫 同意將公司部分股份 出售給一組有中共政府背景的企業 馬達西奇公司是蘇聯時期 在烏克蘭建立的軍事工業之一 負責生產各種軍用航天發動機 據說潘德拉文件披露的記錄 中國億萬富翁王正 接著離岸公司北京天驕航空 以及天驕航空的母公司信威集團 對馬達西奇公司提出要約收購 但是實際上王正背後的龐大資金 是由中共最大的政策性銀行 國家開發銀行等提供 王正最早在北京昌平經營一間洗育中心 而他名下的信威集團 也是一間飽受質疑的A股公司 2016年起 一位涉嫌財務造假 被停牌三年 英國BBC引述大陸傳媒人的說話 王正能夠在國際上到處行騙 不過是做了白手套 但是他後面的獲利者還有什麼大人物 傳媒毀莫如深 最後烏克蘭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禁了這項交易 美國也將天驕航空列為軍事終端用戶 連線中國認為 雖然交易不成功 但是這件事件 就反映出中共政府運作的企業 如何在靈岸金融中心擔當重要角色 事實上 近年來 中共在海外大量投資 收購包括涉及國防企業 西方很多國家為了安全考慮 都嚴格監控 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交易 而潘朵拉文件發現 中共國企廣泛運用VIE結構投資海外產業 這些離岸公司為中共提供方便途徑 令政府隱藏在交易背後 目前 美國已經叫停VIE結構中企在美上市 而VIE結構的中企在香港上市 也需要獲得審批 除了運用複雜的VIE結構操作之外 中共權貴直接通過離岸公司 匿場財富是非常普遍的情況 而香港就成為洗黑錢走資的理想地方 中共權貴也通過代理人在香港經商洗黑錢 並在海外設有離岸公司進行運作 將錢轉移到世界各地 由於他們沒有用自己的名字 再加上資金不斷出入 查起來非常困難 譬如在中共前軍委副主席徐塞口落馬後 傳媒就爆出90後大陸女子趙丹娜 幫助徐塞口家族在香港洗黑錢 100億港元的消息 還有在2017年 被中共在香港捕回大陸的明天系掌門人蕭劍 她是穿了為江派官員賺錢洗黑錢的白手套 背後涉及到江澤民 曾慶紅 賈慶林 劉雲山 張德光 李南青等多個家族 曾經轟動全球的巴拿馬文件披露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兒賈祥 女婿李伯談及外孫女李子丹 除了持有香港身份證 還擁有多家離岸公司 前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的女兒張曉燕 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的媳婦賈納清等人 都有離岸公司和香港身份證 除了離岸公司 中共權貴還利用空殼公司洗黑錢 英國反洗黑錢專家格雷·厄姆巴萊觀察到 在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些人使用和中國公司相同的名字 創立空殼公司 令資金可以自由轉移 巴羅解釋說 如果有人在英國開一間 和中國公司同名的公司 然後在香港開戶時 使用英國公司的名字 而銀行就很難分辨 打入的資金到底是來自中國公司 還是英國公司 而一旦資金到了香港 轉移資金就會更容易 巴羅還提到 這類公司 這個已經分辨出3萬間 而他們的法人 都是中國公民 另外 地下錢莊 也是中共官員經常使用洗黑錢的工具 中共總理李克強曾經承認 所謂地下錢莊 實際上就是金融系統和政府腐敗的體現 是黑是黑 德陸傳媒曾經在2015年11月的一篇報導提到 在當年半年的時間內地下錢莊就轉出贓款8千億 2015年6月發生的中國股災 中共內部定性為經濟政變 這場股災就是江曾等家族造空股市造成的 隨後的調查中 中共公安部確認地下錢莊是股市資金流出的重要渠道 還有海外傳媒披露 2010年哈爾濱的房地產老闆戴永格 和曾慶紅的媳婦長媒成立地下錢莊 替高幹大陸土豪向海外轉移資產 收到1%至5%的手續費 花1千億人民幣 戴永格就至少得到1億 其中4千萬會轉入長媒賬戶 據報導 經戴永格長媒手上轉移的贓款超過1千億人民幣 還有就是通過修改發票 拍電影使用陰陽合同 購買物業等等方式洗黑錢 我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 這次的潘朵拉文件 雖然沒有披露出更多中共權貴的名字 但是披露出的離岸交易 也已經令中共由上而下的利益群體無所遁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